美国和俄罗斯的关系很差,一个原因就是克里米亚问题,很多人不知道,2014年联合国曾经就维持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,进行过一次投票,此前俄罗斯用公投的方式将克里米亚并入自己版图。 当时的投票结果就能说明问题,穆书今天来说说这个话题吧,希望大家可以从中理解国际问题的复杂性,在这个投票中,大多数国际社会成员都没有承认克里米亚俄罗斯的一部分,北美、欧洲、大洋洲和中美洲的大多数国家,以及东南亚和非洲的一些国家公开否认公投和此后并入俄罗斯。 其余部分国家基本保持中立,联合国大会第68262号决议最终投票决定,支持克里米亚和塞瓦斯托波尔仍然是乌克兰的一部分的立场。 投票结果是100比11,有58个国家弃权,投票是193个成员,国中剩余的24个国家缺席。 从比例上看,投票赞成的100个国家约赠世界人口的34%,11个反对国家人口,只占全球4.5%,58个弃权代表约58%,24个缺席代表约3.5%。 那么有哪些国家,支持俄罗斯的立场呢? 有10个国家,他们是阿富汉、波利维亚、古巴、基尔吉斯斯坦、尼加拉瓜、NK、苏丹、叙利亚、金巴布韦、委内瑞来、另外印度遵守不干涉政策,没有批评俄罗斯接管克里米亚,但也没有支持俄罗斯的举动。 比如2014年12月,来自克里米亚的一位官员谢尔盖拉克西奥诺夫,陪同俄罗斯贸易代表团前往印度。 印度也没有表示出反对,那么他们为什么支持俄罗斯? 其实这些国家对俄罗斯的支持,不是立刻显现的,有的是几年后看风向,才表达了支持的立场,这与他们与俄罗斯关系,和自身外交政策调整有关。 比如古巴、尼加拉瓜和委内瑞拉与莫斯科,长期保持着拟现的军事和经济联系,他们支持俄罗斯的立场可以想见。 美国南方司令部前负责人约翰·凯利将军,甚至在几年前透露,俄罗斯甚至已经向古巴、委内瑞拉和尼加拉瓜寻求进入空军基地和港口,以补充俄罗斯海军资产和战略轰炸基北西半球活动。 这将侵蚀美国的领导地位并挑战美国在西半球的影响。 叙利亚支持俄罗斯态度更明显,因为俄罗斯支持巴沙尔政权吗? 阿富汗对克里米亚问题、俄罗斯态度的支持是最令人惊讶的。 他们似乎忘了几十年前,苏联占领了阿富汗,要不是美国和国际社会的反对,阿富汗可能还在俄罗斯控制下,在美国军队和北约的仍然存在于该国。 但阿富汗在当时的总统哈米德卡尔扎伊宣布支持2014年克里米亚吞并,2014年时任阿富汗总统的卡尔扎伊宣布支持俄罗斯对克里米亚的吞并。 一个解释是,在他担任总统期间,卡尔扎伊越来越多的寻求将阿富汗与西方隔离开来的政策,亦显示自己的独立性。 他对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的支持可能是为了取分而已,没有太多实际意义。 毕竟乌克兰和阿富汗关系很生疏,不过可以看出,整体上,这些国家通常被认为是一个不太民主或者国内局势比较沉弱的国家,或者与俄罗斯和前苏联关系不错,但在国家上没什么影响力。 这也是西方认为,没有一个国家支持普京这个政策的原因,因为在西方看来,这些国家没有一个是正常的,要么是富庸,要么是邪恶,两个国家有意思。 白俄罗斯在投票中,反对西方认为乌克兰领土主权统一的,这个与俄罗斯立场一样,该国总统卢卡申科甚至说,克里米亚事实上是俄罗斯一部分了, 但是这位总统却没有公开承认克里米亚属于俄罗斯的合法性,而是抨击普京开了一个不好的线例,这种模棱两可的态度,说明白俄罗斯的两难,该国与乌克兰接壤,同为苏联前加蒙古和国,因此也照顾了乌克兰的脸面。 第二级斯斯坦是很多年后才支持俄罗斯态度的,当时投票时没来,这个国家显然是观察风向后,被俄罗斯拉拢过来的,该国的政治立场可见一斑。